叫做粉蒸鱼 那么在这儿呢 就得给大家聊一聊 这是一道干菜 干这个字比较复杂 知不知道它是属于哪里 这又在考虑地理历史了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今天是答不对题 就不要吃饭了 再来一点点 再来一点点 干菜属于哪里 江西 你怎么知道的 江西简称干嘛 聪明 看来上课的时候是认真的了 好 来 我们还原今天这一道粉蒸鱼 粉呢 咱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米粉 米粉 在用它之前 我们最好用开水泡发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作为打底而用的 那打底呢 我们先要给它们和点料 然后要先拌一下 对 盐少许 要有一点底味 哇 这个散人 白米粉上撒盐 真的是看出来 看不出来 生抽 子豪 我刚撒几颗盐 对 我又走了 我觉得我今天是吃不上这顿饭了 没有 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撒了多少盐 这里面呢 要加一点辣酱 其实这个辣酱啊 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些讲究 就是说你什么辣酱都可以用 你可以用自家炒的 做的那种豆瓣 也可以用自己特别喜欢的 那种调味酱 反正呢 就是让它拌一拌 有一点红红的 亮亮的这种色泽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江西拌粉了 对 但是呢 它只是一个打底而用的 行 我们这拌得差不多了以后 一定要加一点油 为什么要加点油呢 因为它蒸起来才会觉得 就不会那么干 油润油润的 但是这个量不用太多 稍微少量一点点 让它润泽一点点 加了这个以后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在里面加入这个 黏米粉 黏米粉 加这个是为什么呢 粉蒸粉蒸 怎么能够少了真正的粉 所以它又有这个粉 又有这个粉 对 它是正儿八经的粉蒸系列 对对对 那我先考一下大家 黏米粉和糯米粉有区别吗 感觉应该差不多吧 都是米粉系列 我肉眼看着没什么区别 对呀 真不知道 而且你看它看着跟淀粉差不多 是 那么黏米粉和糯米粉不一样 在这儿呢 咱们真的只能用黏米粉 这有什么讲究呢 黏米粉就是大米 糯米粉呢 糯米 对 好直接 对对 不一样就在这儿 然后呢 这个粉不能拌得太多 太多吃起来呢 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口感上的那种 粘腻 对 稍微拌一点 它能增加就是这些佐料呀 能够裹上去 哇 因为蒸汽一蒸水分就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呢 可能它的味道就不容易裹得上 但是增加一点粘度的话 它就会粘在上面 然后大概拌到什么 对拌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拌到这下面 不要有太多的汤汁就行了 就让这个米粉更容易吸收汤底的味道 对 来 紫涛帮我一下 好 拌一拌 男生拌粉 女生拌粉的局面 对对对 你这个拌粉 我感觉你就是再拌一下 都可以挑到嘴里了 因为闻到没有 一拌的时候就很香 那个辣酱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是打底 对 这个咱们拌好了 备用 来 接下来呢 又来做这个鱼 哇 重头戏来了 是的 肉来了 鱼呢 那我们提前已经骗好了 其实呢 现在我觉得真的在哪都能买到这种 帮你就是你买一条鱼 能够帮你加工一下 如果今天要让我来骗鱼的话 可能这个厨房 我觉得下午 从下午就得开始 晚上几点钟 就不一定能开得了饭 行 接下来呢 我们来拌这个鱼了 鱼的调味呢 就比粉的要层次更丰富一些 那鱼去腥 首先我们得加料酒 对 这个得必不可少的 但是不要太多 千万不要拌到这个水的汤在里边了 不要再让我数几颗了 不数 不数 盐咱不数了 生抽 蒜 蒜 一定要加个蒜 谁的刀工好 来 我成都第一刀 你看这 没有 他没有给你机会 你看一边说 这个袖子都卷起来了 来 我们要一点小姜末 好的 谢谢 没有问题 要小姜末的时候呢 还得再加一点点辣酱 就是让对米粉的味道和鱼的味道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融合的 都会有一点点这个辣酱 但是呢 我们不用太多 不用那么辣 把它拌匀 来 我这儿姜也好了 这个刀工好了 看一下 看一下 咱们子豪切的 这个真的是姜末 来来来 这么有那么多吧 可以 没事 这个调味呢 我们可以因人而异 拿筷子的感觉 就知道平时 是啊 不打坐 这个手艺吧 比较生疏 来 我们再来一个熟练版本的 来吧 刚刚拌粉就已经是 来 你看 这鲜明的对比 来来来来 这嘉宾的男人来 这个咋能把这个里边的T恤给弄脏了呢 对 不行 不能让女生知道我的腰围 其实呢 我们再回想一下 咱们的粉蒸肉在马胃的时候 里边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必须得放的 粉 就是那个外面是不是外面那个颗粒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那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颗粒的东西里面有些啥 就是咱们是四川人 四川人 四川人吧 四川人 没有做过粉蒸肉 吃过粉蒸肉吗 吃过 就猜一下吧 那个粉里有啥 我感觉里面是米 是米粒粒 对 是不是米粒 有米 那就是米粉 米粉打成了细粉末 但是那个细粉末里面 我们还加了什么 细粉末里面加了什么 这么细的吗 知识的普及还是得靠我 细粉末里啊 其实我们是加了五香粉 还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干辣椒 也是打成了粉末 然后一起 就是和在一起 然后那个粉子加上来 那就是咱们川式的粉子里面 对 粉蒸肉里面必备的一些香料 但是我们这道干菜粉蒸鱼里面呢 我们家的粉不是米粉 也不是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什么黏米粉 糯米粉 它要加淀粉 哇 真的好多粉啊 这道菜里面 这道菜 搞清楚了吗 这才是还原了我们这道江西粉蒸鱼 这道干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灵魂 为什么它要加淀粉 这里也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因为它能让鱼肉更细腻 但是又吃不出粉感 哇 越拌越粘活 对 因为它其实吸水分嘛 接下来呢 咱们就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活了 就是把鱼肉一片一片的 铺在咱们这个米粉上面 哇 技术活 细活了 来 一起 来 一起上去 拿双筷子 我们一起 好嘞 你看 集体力量大啊 咱们把这个鱼的摆盘已经做好了 很漂亮的一道菜 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上锅蒸 蒸的时候呢 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定要大气上来的以后再算时间 不能把这个开锅的时间都算在里面了 鱼片呢 其实大火上气六七分钟就已经好了 所以呢我们是蒸香 大概呢至少要蒸十分钟吧 加上预热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就上锅 来吧 这里 收拾之余呢顺便等待一下 其实我觉得粉蒸系列啊 看似一道大菜但是很好做 因为你把它味道什么的调好了 就静静地等锅就行了 应该蒸好了啊 你看 好了 来来来来 我准备好了 看到了 你准备好了 哎呀 哇 漂亮漂亮漂亮 趁这个热气再我们撒上一点葱花 来我们平时看惯了那个什么粉蒸排骨粉蒸肉 今天看这个粉蒸鱼什么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粉蒸肉的话是浓墨重彩 它就是那种特别淡雅 这个感觉吃起来呢 对肠胃的负担应该不是很大 莫名剔透的上面加了一点绿 然后外向特别 等一下等一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记住找我们的二维码 关注咱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美食资讯 同时呢我们这里的提问啊 包括一些刚才提到的猜一猜 到底是什么 只要您加入进来都有机会 赢得我们的一些小奖励哦 开动 来吧来吧来吧 我拿这个公块给大家上了哈 好 哇先整块肉过来 同志们一定要缩一下下面这个米粉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鱼肉 真的是非常的鲜嫩 而且很滑 有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